What's wrong? What's wrong bro? 我都要摺甘蔗啊 你是剩那會啊 嗨 各位觀眾 再度歡迎我們的歐洲卡車模擬器 看到標題你應該知道我今天要幹嘛 沒錯 我現在要來到ProMod的希爾內克斯 今天呢 我打算要挑戰用方向盤搭配手排檔的部分一次前往 那現在呢 其實是早上 喔不 現在是中午的12點16分了 那線上其實沒有很多人 其實太多人我也蠻緊張的 那一次我們在直播的時候有開過一次 那一次開呢 真的是開到哩哩啦啦 因為呢 一直熄火 今天呢 我打算要血吃飯 是我們合運 好不好 那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這個蟹熊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來看看這一個人會不會跟我們一起開吧 我基本上喔 這一次開的這台BOBO是750 然後我用的排檔呢 是六速檔 因為如果用12速 16速那種 我是沒辦法的 我們跟著他們一起出芭芭比較好玩 前面這個問號問號 那這個應該也是要拖去那個礦山那邊了吧 二檔起步 三檔推進 好 如果我們這一次成功喔 我覺得我們之後直播的時候 可以再來挑戰一次這樣 手排檔上彩 老六老六老六 講話了喔 上一次因為就是比較不熟這個排檔的部分喔 所以一直熄火喔 看我們這一次這樣子練習過後 技術會不會好一點點 那我這次的車子呢 其實還蠻帥的吧 岩漿火車頭配上我們整個全黑的油罐吹熱 對不對 上次在玩的時候遇到兩個比較難的地方呢 就是等一下前面那邊要彎進去那個小房屋那裡 還有一個是 呃 快要到礦山前那邊會有一個鐵橋 那兩個都是轉彎不太好轉的地方 對面有人咧 哈囉 不手裝手 不過玩MP比較缺點呢 就是前面不會有小車啦 但是如果這個地區冷夠多呢 玩起來是比單機還要更有趣 不曉得前面老哥是不是一樣要左轉的 是耶 有飯了 有飯了 這一趟 OK 這樣三檔 轉彎 不錯喔 前面山路也有一台 我這樣是不是莫名的給它壓力 希望是不會啦 那為什麼這一次我沒有玩單機呢 主要是因為我記得單機的話 等一下彎進去之後也不會有AI車輛 所以我才想說那就趁這個時間點比較少人 我們就來挑戰Pro Mode的部分 來到我們說的第一個困難點 稍微車頭拉過去一點 你看這個如果沒拉過去就卡住了 唉唷 那之前這邊會卡 主要是因為左邊這邊也都會有車子啊 那車子就堵住我們的去路了 那現在因為交通順暢就還好 我改天一定要再試試看這個 深夜熱門時段的時候 再挑戰一波看看 好來來到水泥地了 然後我這一次方向盤的力回饋會調到130 你可以看震動多大 整個這個泥沙地都會有這種路面感的部分 開好快喔 我要追上它 它已經來到那個彎了 這裡也要稍微吃一下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OK 看一下那個鏡子給大家看 那才知道我們的吹熱到底有沒有過 我敢想像說 如果把這個力回饋會調到最滿了 會變成什麼樣的情況 哈哈 我就跟你說塞比較慢的 唉唷 老兄阿 還想跟你一起到礦山 結果你半路就擱淺在這邊了 麥波 傻野貓咪阿 好接下來我們來到這個鐵橋了 如果在深夜時段來到這裡的時候呢 基本上也是火塞的 如果大家不讓的話 前面隧道就整個塞住了 我這樣是不是一趟 不用10分鐘就開完 如果速度快一點的話 感覺很快耶 小小的小隧道 好 如果等一下喔 我們這樣就這麼順暢就過了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再開回來看看好了 看會不會再遇到其他人 第二個最難的地方就是這個鐵橋了 我們挑戰第一人稱 直接給它彎過去 這個上次我卡在這邊 後面一直巴巴巴 彎要吃大一點 OK嗎OK嗎 然後盡量靠右邊 左邊的鏡子 OK 一次就過 可以喔 沒有手表現 就是在換了這種方向盤之後啊 開這個路面感 真的稍微會震到手 有點麻麻的感覺 呵 不曉得各位如果有用這種 直驅的部分 有沒有這種感受 前面終於遇到一位弟兄了 嗯 來了這裡我要讓他啦 這裡 這裡應該是我 我讓他好了 我讓他先過好了 MZ 小北 嗨 嗨 好沒禮貌的 連個招呼都不打 我們還特地轉彎讓他過去 呵呵 其實我繞過來應該也可以啦 只要不要剛好卡在轉彎的地方 應該就不會有這種問題 來到非常高的地方 啊 旁邊有一個小 小墳墓嗎 之類的喔 來看一下我們漂亮後面的山景 漂亮啦 路遠處 看到礦山的部分了 喔 已經來到那個水的地方了 前面會有兩台車 轉彎處 可能要稍微讓一下車了 欸他要讓我 他要讓我 他要讓我 走走走走 感謝了 看地圖他沒來動 應該是要讓我 真的捏 謝謝我們的PMI 感謝你 感謝你 他載火車頭的欸 這種一定都是 專業老師級的 對不對 所以看地圖就知道 喔這個地方有車啦 我們就要讓他了 殊不知其實他還沒在動 哈哈哈哈 我以為人家是要讓我 他只是畫機吧他 這邊還會有一台 欸 欸 我讓你 我讓你 ok waiting for you 中國的朋友 China RMI 他的車好漂亮 喔前面是愛心的欸 嗨 嗨 不 大家都不友好 一點friendly都沒有 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這樣玩比較 RP比較有互動 不會說 整路都是一直在開車開車 這樣是頗無聊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從來到這邊 好像只遇到五六個人而已 齁 所以你看早上跟晚上差別差很多 前面也有一個 齁 前面也有一個 前面這個不曉得在的是什麼 應該像是那個 風力發電機的那個轉頭 對不對 這邊可以看一下風景齁 咱們再看一波吧 哇 順順利利來到這個水電站 齁 齁 所以這邊這算是那種水力發電的地方 齁 各位出發 這裡也是蠻困難的欸 齁 這個轉 是要轉得蠻過來一點 盡量吃到旁邊的這邊 看一下我們吹人 沒問題 齁 這裡過來 我想要等一下呢 我們再開回去一趟 就是等人多一點的時候 齁 目前我們這樣子自己這樣開下來呢 是沒啥問題 所以我們稍微等 晚一點點的時候 看看人多一點 再一起開回去 會適合 各位又來了兩台了 太棒了 我們的等待是值得的 他也上去卸貨了 好不好 看看這兩台有沒有機會一起啦 齁 欸他接了他接了他接了 走吧 哇 終於遇到同伴啦 我們來看看前面這一位 也是中國的朋友 他的這個車技如何 他拖著這個火車頭 就讓我們尾隨著他 看看這個情況會是如何吧 What's wrong What's wrong bro 我怎麼會摺甘蔗啊 你是衝那會啊 那我只好上啦 反正要跟人家一起跑了 沒辦法了 後面的 在BB我了 不曉得他在幹嘛啊 OK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停路邊 然後尾隨下面那一台 齁 OK 打恩打 阿蘇巴車 把他過了 走 喔喔喔喔 兩台咧 哈囉哈囉 我在拆剛剛那一個 應該是不想我更棒 對不對 所以呢 叫我先走 等一下有兩台 也在這個轉彎處 看起來應該是 左邊那兩台要等我們 齁 所以我們就先過去吧 謝謝Muff 後面那台是怎麼樣 齁 你知道因為我們是用手牌的嘛 所以呢 我們如果遇到這種上坡起步 慢慢放啊 不然還是會倒退路的 他閃雙黃燈啦 蛤 又要讓我先走 可是我想跟著你走欸 我 我要陪著他閃黃燈 讓他以為我是他朋友 好不好 OK 好 他沒有閃黃燈啦 這樣應該表明我的來意了 我這樣會不會被ban啊 一直貼近人家 B車的感覺 是不是 各位觀眾你們都用幾檔 你們不覺得用六檔 真的剛剛好嗎 就剛好你的打檔的部分 也不會說還要按按鈕 換其他檔位 OK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髮夾丸這裡了 下面有兩台車子陸續要進來了 嗨 ありがとう 粉紅的卡車好帥喔 對不對 超亮眼的 即便是晚上 唉唷 居然有小車的欸 他叫我們要keep her distance 唉唷唉唷 慢一點慢一點 好啦 回來柏油路了 啊 突然整個人都麻麻的 各位朋友 我們順利從礦山回來了 哇 沒啊 各位到了到了到了 OK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的全手牌挑戰 道礦山呢 算是任務達成 之後呢 就看看直播的時候 我們再度來挑戰一次 因為直播的時候 通常都是熱門的事 一定要比現在還更加刺激 好不好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熊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看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 歐主卡車模擬騎車見 大家掰掰